拜登在18号晚上 透过CBS 就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台 60分钟节目中表达 他说中国大陆假如发动 史无前例的对台的攻击的话 美国将会出兵援助台湾 CBS的主持人 60分钟主持人特别追问一下 他说你说中共武力犯台的时候 美国蓝蓝蓝蓝蓝都会支持 这样一个行动吗 这是出兵援台 出兵辞员的行动吗 拜登又确定了一下 对 他说对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拜登的回应 拜登从2021年8月 从阿富汗全面仓促撤军之后 当时他美国的海外信用 遭到质疑 所以说拜登情急之下 被记者问到 当时问他的是ABC 就是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台 问他万一台湾遭到中共攻击 美国会做如何打算 拜登毫不犹豫地就说 美国会原用北约模式 来对待这个 入侵的中共人民解放军 那这个当上大家都吓一跳 因为美国总统过去很少做那么清晰的一个承诺 那么白宫呢 国务院呢 后来都官员都否认 但是呢 拜登不久后 在那个去年的十月 十月呢 巴迪摩尔一个市民大会中 接受CNN CNN是美国有线电视网 主持人访问的时候 他又说了 他说 主持人又问他 中共假如出兵攻台 美国会做反应 他说 美国是没错 会出兵援台 而且主持人在追问呢 真的吗 那么拜登还说 没错 我们有这个承诺 斩钉截铁地表示 当然白宫呢 或者国务院官员呢 马上就赶快否认 说美国还是战略模糊不变 这就很有意思了 到底美国是真的 要出兵援台 还是说 就是维持他们官员 常常强调的战略模糊 因为美国到现在为止 都是维持一个战略模糊 那么到了这个 今年的五月份 拜登访问日本 在东京又碰到 在记者会中又被问到 美国呢 是否要出兵援台 拜登说 没错 我美国有这个承诺 我们会这样做 那这次呢 是接受CBS Colombia广播公司 60分钟节目访问 那么也是 还有又强调 中共假如 他这次加了一个就是 中共假如 派出史无前例的军队 侵略台湾的时候 那美国会出兵 持援 那么主持人也 刚刚也 也像我们刚刚所讲的 主持人也追问 拜登说 没错 美国男男女女 都会支持这样一个行动 那这个当然是非常 非常清楚 而且正面的一个答复 你说这四次呢 都是有所本的 而且都有根据的 而且呢 不是随便 这个转弯磨脚的回答 而是直接面对 面对主持人或者记者的访问呢 他做出了回答 那么拜登这样做 到底是他心中想什么 有人说 拜登可能是 口误 不过连续口误四次也太好玩了 不太可能 那么另外就是说 拜登呢 这样做 可能只是他 解决他眼前的困难 因为被问到 这个题目当然有点点尴尬 因为回答了 回答假如说 美国不出兵 那么这个话也好 也好像说不出口 那么就干脆说出兵 所以几次说法 都不 虽然都不一样 对意思就是要出兵 北约模式固然是出兵 那么美国有这个承诺 也是要出兵 那么这次的说 这个中共假如 派出史无前例的军队 入侵台湾的话 也会出兵 所以说出兵则是一致的 不管他用什么文字来表达 那么到底他心中想什么 口误 还是年纪大了 忘了该怎么讲 一时情急就说了 去年8月15号 美国撤退的时候 因为美国的海外信用遭到质疑 很多人认为 拜登当时情急之下 不得不说书 用北约模式 但后来白宫官员 国务院 甚至当时远在 北约 就是 这个 这个 在那个 被比利时开会的 布鲁塞尔开会 开会的美国国防部长 奥斯顶都 隔着海岸 海峡 隔着这个 大西洋呢 都讲喊话了 说美国政策没有变 那为什么拜登老是 三番两次 算是第四次 这样讲呢 所以值得探究一下原因 那么 因为我观察呢 美国的战略模糊一直没有变 那很多人就问 到底什么战略模糊 那么台湾是希望美国战略模糊吗 我看不像 台湾呢 特别是蔡英文政府 一直希望美国呢 去推动战略清晰 甚至呢 这个 有一位很资深的官员 后来做了美国外交关系学会 总部在纽约的美国外交关系学会的 一个会长 Richard Haas 也在台湾的鼓励之下 在Foreign Affairs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认为美国应该对台湾采取战略清晰 战略清晰就是说 中共一旦武力犯台 美国就要出兵 那这是战略清晰 但美国官方 美国白宫也好 国务院也好 从来没愿意讲 国防部也不愿意这样讲 为什么呢 因为战略清晰对美国不利 战略清晰呢 一旦战略清晰的话 那么万一这个中共武力犯台 美国立刻就要出兵 没有考虑的余地 也没有那个回旋空间 那么第二个很可能不利的就是说 因为既然要战略清晰 就有很多条约法律的文字 限制规定美国要怎么做怎么做 那这是美国所愿意被绑住的 因为被绑住的可能后果 是什么呢 台湾假如说是挑动 挑动美中矛盾 挑起美中矛盾 那么故意让这个美国跳入陷阱 跳入远路战争的漩涡的话 那美国还非打仗不可 那这个是美国失去了主动性 所以台湾一直想要推动战略清晰 但美国一直没有答应 到现在为止还是战略 这个模糊 至少官方的这样讲 虽然拜登讲了四次 说是会在中共武力翻台的时候 出兵援台 但是呢 白宫这样讲 就是拜登这样讲 国防部国务院来自于国安会 都有另外一种讲法 那就是 也是另外一种模糊 战略模糊 让中国大陆搞不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呢 一旦搞清楚了 中国就对策 所以不让对手搞清楚你的真正的想法 这就是战略模糊的奥妙所在 这个有很多人探究呢 这个战略模糊什么时候开始 好讲呢 就是美国历届政府都讲究战略模糊 但真正哪一个总统开始的呢 有人说是小布希 小布希曾经说过 美国会协 会协助台湾 这个 反对任何的武力犯台 但后来呢 前例副总统 当时小布希的副总统是前例 VP VP就是Vice President 他就说过 美国会协助台湾防卫自己 语气又不一样 那这个算是什么呢 算是既模糊又清晰 防卫自己就是跟乌克兰一样 美国给乌克兰很多武器了 目前给了三百多亿 快四百亿的武器了 但是并没有出兵 美国最多是提供一些 特种部队 或者训练一些乌克兰的军队 那这个不叫出兵 真正出兵是美国大兵 开过去 但是才叫出兵 那么这个有人说是小布希 也不见得 小布希也没有那么讲那么清楚 真正讲那个战略模糊 讲得最清楚的 应该是埃森豪总统 但我从各种角度来看 埃森豪的回忆录呢 都没看到这一段 那埃森豪呢 是什么讲的呢 埃森豪是这样讲的 他说不要让你的对手 知道你想做什么 当然也不要让你的对手 知道你不想做什么 这就是战略模糊 战略模糊的好处就是说 不会受到条约 或者协定的规范 规定 美国有弹性空间 那么同时呢 不会受 不会被 被他的盟友出卖 或者被绑架 那么这个就是战略模糊的好处 但是从哪里得到呢 我找遍了埃森豪的回忆录 没有 找遍了FRUS 就是美国外交关系的这个文件 也没有看到 那是在尼克森的一本回忆录中看到 但尼克森有十本回忆录啊 所以说大大小小都有 这里面回忆录呢 很有意思 这个回忆录里面 他里面 尼克森在回忆录中讲到 埃森豪总统告诉他 刚才讲过的这个战略 什么叫做战略模糊 就是不要让你的对手 知道你想做什么 也不要让你的对手知道你不想做什么 就是让敌人莫测高深 然后呢反而会更会投鼠忌器 那么这次拜登呢 讲了四次 那么到底大家要不要相信 这个我相信呢 连北京也搞不清楚 这是有趣的事情 北京搞不清楚那就好 那就是投鼠忌器 美国会不会出兵 大家不晓得 还是不晓得 尽管拜登讲了四次 正式场合 正式的记者会 或者是访问中讲了四次 还有非正式的转弯磨脚的 也讲了好几次 那但是呢都不必去认真 因为拜登讲了半天 还是不是在那边模糊 那么这就是拜登呢 就现在说他讲的话 没有人能够完全相信 但你也不能说 总统讲的话都是废话 总统讲的话当然有他的意义 而且他会成为历史文件的一部分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过去没有总统讲那么清晰明白 这是拜登讲得很清晰 但他不会成为战略清晰 但是因为美国的政策 主流政策还是战略模糊 但是拜登讲这个呢 别的总统就要拿来参考 美国每次有海外危机的时候呢 国安会的人就会专门有人 等于国安会的下面有 专门的这个基要秘书 就会把相关的文件找出来 找出来过去怎么处理的 那现在要怎么变化 还是需要不需要变化 对来都可以做个讨论 那么一旦中共武力犯台 那么国安会可能会立即召开会议 来看看美国到底要不出兵 对来都可以做到呢 对来都没关系 对来都可以做到的 对来都可以做到的 对来都可以做到的